好 接下來這個最後的時間 我們就花一點時間講一下這個所謂的 steuroopsis 就是所謂的立體視覺 立體視覺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 可能是你在電影院裡面看到的3D立體電影 的確那個是我們的立體視覺 沒有問題 但是各位想一想 立體視覺到底是不是一定需要兩隻眼睛 答案不是 答案是我們的單眼也可以有立體視覺 比如說你現在把你一隻眼睛閉起來 然後你看著前方 難道你覺得這現在世界變成平面了嗎 也沒有 所以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你只要一隻眼睛 你就可以看到世界是立體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閉起一隻眼睛 看你的手機的話 你會覺得感覺比較有平面的感覺 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看東西是比較近距離的 當你看近距離的時候的立體視覺 的確是需要有兩隻眼睛 所以在這邊我們先define一下 什麼叫做遠距離 什麼叫做近距離 在研究視覺上面來講呢 手摸不到的地方就是遠距離 就是一個手背的長度之外的地方 我們就稱為這個far distance 就是遠距離 那手背可以摸出到的地方 就是我們一般閱讀的距離 通常我們就是稱為近距離 所以在遠距離呢 就是我們的手背一個長度之外的這個方向呢 這個空間裡面呢 我們其實不需要兩隻眼睛 只要一隻眼睛呢 就可以產生立體視覺 為什麼呢 就如同這張圖上面所顯現的 就是各位在畫圖的時候呢 都有所謂的一點透視 就是 perspective 所以當你在看出去的時候呢 你會根據一些所謂的視覺線索 就是visual cue呢 你可以判斷說 它到底是屬於前方還是後方 譬如說我們看這一張圖 我們就知道說 當今天的四跟五這兩個東西 五被四擋住 那五被四擋住 就是五在比較遠的地方 才會被四擋住 所以四跟五的前後距離呢 可以藉由誰擋住誰知道 這個叫occlusion 然後另外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前後的距離 比如說在這個距離上面來講呢 這個小孩子呢 在前方的小孩子看起來比較大 後方的小孩子看起來比較小 所以有所謂的size perspective 就是所謂的大小的這個相對性 所以當你知道一個東西在前方的時候呢 會是長 會是比較大的 在比較遠的地方呢 會是比較小的 雖然它的size呢 是差不多的 這個下禮拜我們會提到這個叫做大小的橫長性 但我們因為我們有大小的橫長性 我們知道它是相同大小的 相同身高的小孩子 可是因為它的前方跟後方 它所出現的大小會不一樣 我們會根據這些線索呢 幫助我們判斷說 今天這個小孩子是在前方還是在後方 所以這些呢 都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需要有兩隻眼睛的視覺 我們也會在遠距離的時候呢 也可以判別說哪些東西是在前方 哪些東西是在遠方 或在比較近的位置 這個是指說在一個靜止的狀態之下呢 利用單眼的視覺 利用一些視覺的線索 可以幫助我們去判斷說 到底這個物體是在遠還是近 第二種方式呢 是motion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我們今天講很多跟運動有關的一些視覺 那在這個運動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optical flow 就是屬於這種 當在你的眼睛在運動的時候 或身體在運動的時候呢 所產生出來的動態視覺資訊 比如說各位大家一定有這個印象 就是你現在坐在車裡面 然後車子往前開的時候呢 你覺得東西是往後走的 的確是如此 但是呢 你一定有印象 我們現在看這張圖 以這棵樹為中心 當你呢 車子是往 現在車子是往右方走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呢 這個樹呢 前方的東西呢 是往相反的方向走 但是樹以外的 遠方的那些三呢 是跟你相同的方向 所以換句話說 你坐在車子裡面 當你往一個方向前進的時候呢 你發現呢 這些東西往後走的一定是在比較近的地方 那些東西跟你相同方向移動的那些東西呢 一定是在遠的地方 因為呢 我們所謂的這個 這個視覺的這個訊號呢 在以這個focus 就是以這個聚焦點 就是現在是這顆數為中心的話呢 它樹前方的這些近距離的東西呢 因為是相反的方向移動 所以我們知道呢 它是近距離的東西 那相反方向 相相同方向移動的一些景物呢 就一定是在比較遠方的 所以根據這個所謂的optical flow這個概念呢 視覺流這個概念呢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根據這些動態的視覺 知道哪些東西呢 是在近的 哪些東西是在遠的這個地方 那但是呢 我們通常在很多的這個做圖當中呢 我們也可以選特定的視角 比如說這個是用一個特定的視角 各位可以看過這種在街頭畫的這些圖 就是你站在某一個角度去看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是很立體的 因為他在這個設計 這個藝術家在創作的時候呢 他選擇了一個特定的視角 所以當你從這個視角看下去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是有這種深度的感覺 但是呢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呢 就不見得會有這樣明顯的現象 比如說這個例子 這張圖大家看起來沒有什麼 就是一堆 一些藍色的線呢 在這個室內空間上 製造出一種混亂的感覺 但是呢 這個如果你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呢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呢 你就發現呢 他好像是有一個這個方塊 然後中間打一個X的這樣的一個立體的感覺 所以換句話說呢 從上面這張圖到這一張圖呢 是因為我們的perspective 就是我們的視角不一樣呢 就可以製造出不一樣的這個立體的感覺 好 接下來我要講的 剛才講的都是單一眼立體視覺 就是你的確呢 一隻眼睛在遠距的地方呢 不需要兩隻眼睛也可以產生立體視覺 但是我們都知道呢 在看近距離的東西 或者是你去看3D電影的時候呢 你是需要透過兩隻眼睛才能建立起所謂的立體視覺 為什麼呢 是因為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現在看這張圖呢 有左眼跟右眼 當你的左眼跟右眼呢 看相同的位置 比如說這個圖上面的這個P點 P點呢 如果落在你的視網膜中央窩的時候呢 那在左眼跟右眼都是視網膜中央窩的情況之下 如果Q點呢 也落在左眼的視網膜中央窩 那Q點如果是在P點的前方的話呢 它就一定會落在右眼的這個P點的右邊 所以呢 它如果落在就是Q'這一點的話 它現在是落在右眼的這個P點的右邊 那就表示這個Q點呢 是在P點的前方 如果Q點是在P點的後方的話呢 對右眼來說呢 這個Q呢一定會在P的左方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兩隻眼睛呢 在我們的眼睛上它就是不同的位置 通常我們兩隻眼睛的這個距離大概是6到8公分 那因為呢 左邊這隻眼睛跟右邊這個眼睛呢 所看到的這個世界呢 會有不同的視角 那我們有兩隻眼睛所看到的視角就會形成所謂的Binatural disparity 我們稱為雙眼視察 這個雙眼視察呢 就造成了說 左邊眼睛所看到的視界跟右邊眼睛看到的視界呢 不會完全一樣 它會差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呢 所建立出來的兩個眼睛的視覺到大腦之後呢 它會重組在一起 就讓我們看到立體的視覺 這就是為什麼當你去看這個所謂的3D電影的時候呢 你所看到的是戴一個眼鏡 你的左眼跟右眼所看到的視界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個立體的電影它在拍攝的時候呢 就是拿兩台攝影機 一台攝影機是假想你的左眼所看到的視界 另外一台攝影機是右眼所看到的視界 然後它播放的時候呢 是兩個投影機一起投射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的眼睛能夠 左眼只看到左邊攝影機所拍攝的影像 右眼只能看到右邊攝影機所拍攝的影像 那這時候呢 你就會在你的大腦中呢 重建出3D的結構 所以3D的感覺是大腦建構出來的 並不是你的眼睛自己產生的 所以你的左眼跟右眼呢 因為它的視角不一樣 所以才會建構出這種所謂的立體視覺 那這個就所謂的雙眼立體視覺的由來 那這個呢 接下來有一個照片呢 是非常值得跟大家討論的 就是我們剛才前面有講過說 我們的人類的眼睛的視覺訊息呢 基本上是分成兩個路徑 下個禮拜我們要講的是跟形狀顏色有關的 那這個禮拜我們講 這行課我們講的是跟上面 就是往頂頁這個方向的 是跟我們的運動視覺有關 可是呢 我們通常都知道說 當你要看到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要問你說它的距離 遠近的時候呢 通常你會說 我要先看清楚那個東西是什麼 我才知道那個東西的遠近 但是呢 這個實驗告訴我們說 其實呢 我們可以呢 不需要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產生所謂的立體感 那就是這個實驗想要證明給大家看 它叫做random dot stereogram 就是所謂的隨機立體點圖 如果你現在呢 這個很困難 我自己昨天把它試過 非常困難 就是你左眼看這個上面這張圖的左邊 右眼呢 看上面這張圖的右邊 如果你可以一眼看一邊的話呢 你會把它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下面下面的b圖或是c圖的情況 會有中間一個方塊呢 是凹陷下去 或是凸起來的 這種方式呢 要跟大家證明的就是說 從左右兩邊的這個隨機點呢 是沒有任何的物體 就是沒有任何的視覺訊號 是雜訊 可是呢 在一堆雜訊當中呢 你可以藉由左眼跟右眼的視角不同 建構出一個中間一個方塊呢 是凹陷下去 或是凸起來的立體視覺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呢 說隨機立體讀這個實驗告訴我們說 立體感呢 跟物體的辨識呢 是沒有關聯性的 就是你看 你不用知道那個是什麼 你也會產生立體感 這是這個實驗想要跟大家證明的 那當然我們在實驗室裡面呢 也可以利用這種動的方式 就是說 現在呢 各位覺得呢 這張圖好像是有立體感 但實際上呢 它是一個重複播放 就是我撥左眼的 左眼視角的一張照片 再撥右眼視角的照片 然後連續播放 就是模擬像我們在3D電影所看到的這個 左眼的這個圖片跟右眼的圖片 然後當你把它融合在一起 用一個很快速度方式去播放的時候呢 你就會產生這個立體感 但是如果停下來的話呢 你就不會產生這個立體感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你要能夠產生這種近距離的視覺的立體感呢 的確是需要有兩隻眼睛 藉由不同的視角所看到的世界呢 在你大腦中來建構出來 好 這個就是最後一張圖 最後一張圖呢 是各位手上拿到的這張 紙上面的這張圖 這張圖呢 要把它擺在這個方向 那這個方向呢 就是各位拿著黑白的圖來看呢 會比較困難一點 如果你現在在線上觀看 如果你在電腦前面的話呢 你大概呢 離個它30公分的距離呢 你仔細的看呢 就會看到一個非常精彩的照片 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這要怎麼看啊 因為這不是像剛才那個是 左眼看左邊圖 右眼看右邊圖 因為這是兩張圖融合在一起的 左眼跟右眼的圖融合在一起 所以為了要能夠看出這個融合的圖呢 你的目的呢 就是不是盯著這張圖看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呢 是把你的眼睛呢 看在這張圖的後面 也就是呢 你把你的左眼跟右眼望穿這張圖 把你的這個焦點呢 擺在這張圖的後面 所以這時候你的左眼看到的角度 跟右眼看到的角度就不一樣 這個講起來有點複雜 但是呢 比較簡單的說法就是放空 各位知道什麼是放空嗎 就是你放空的時候呢 眼睛放空 你就會看到 你越專心看 你越看不到 那這個我每年呢 在上個之間呢 我都會自己再示範一次 然後呢 在家裡面都可以看到 那我先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 然後回去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自己練習一下 這張圖上面會看到什麼呢 會看到一個水 茶壺 這個茶壺呢 現在是從各位的左邊呢 往右邊傾倒 然後倒出水來 然後在他右下角有個杯子 這個杯子呢 可以看到那個水會倒出來 倒在杯子裡面 然後在他圖的右上方呢 有一個窗戶 然後窗戶有個十字 然後外 窗戶外面呢 有個太陽 然後有一個輻射狀的太陽 大概是這樣子 那為了呢 要跟大家確定的是 我說的是沒有錯的話 那我想在座有沒有看到 請舉手看我剛剛講的 有人舉手 謝謝 這些同學就是我最佳見證 就是我不是騙大家的 我不是掰出一些我自己想像中的這個圖案 確實就是非常的鮮明 那如果你做到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這個世界真的很不一樣 我每年看的時候 我都覺得非常驚喜 就是本來就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是這個很模糊的 或是很random的一個圖 但是當你一旦看到這個茶壺跟杯子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這個世界真的太美好了 這個世界太立體了 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一張圖 希望大家可以回去練習一下 那你就會知道這個 立體感呢 是的確是藉由這兩眼的這個 所謂的兩眼視察所構成的 進行今天最後的這個好書分享 那今天有兩本書 一本書呢 是 就是叫大腦騙局 因為今天我們介紹很多的這種大腦視覺的錯覺 那這些時候呢 各位都知道說 其實我們的大腦呢 還是真正幫助我們看到這個世界 所以如果對大家對於這種所謂的大腦的錯覺啊 騙局有興趣的話呢 這本書是一個值得大家閱讀的好書 那另外一本書呢 是這個奧利弗薩克斯 那很多人念過他的這個科普的書 我個人也是非常欣賞這個作家 雖然他前幾年過世 就是奧利弗薩克斯 他是一位神經科的醫師 他寫了很多科普的書 那這本書裡面呢 講了很多跟視覺 聽覺 還有一些各種不同感覺缺損的病人呢 他所感受到的世界 一些很奇妙的一些感覺 雖然這本書也是比較久的書 但是呢 我覺得非常棒 所以呢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花一點時間 去讀書館借這本書來看 叫做看得見的盲人七個故事 好 那我們今天看呢 因為影片不能播放嘛 所以呢 就比較早結束 還是一樣呢 就請大家呢 把今天上課的內容 可以在下次上課之前呢 可以把你想像的 或是你學到的一些觀念呢 在這次的課裡面提出來 那上個禮拜呢 上個禮拜呢 其實我們有請大家問問題啊 然後有說這個問題 問按讚最高的人呢 會得到這個 就是加總分一分 上次的課呢 第一名呢 是葉宣宇同學 所以呢 我不知道這位同學是誰 但是如果再做的話 問是這位同學的話呢 他的這學期的總分就會加一分 因為他問的問題是 最高的這個同學 那我最後呢 用他的這個問題來回答上禮拜的問題 就是他的問題呢 是 就是上禮拜呢 我有跟大家講說 在這個大腦的發育過程之中呢 我們人類呢 需要 在早期的時候呢 小時候呢 需要探索這個世界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自治力呢 還沒有比較好的時候呢 我們會比較做出一些衝動的行為 那這些衝動的行為呢 的確是可以幫助人類去探索一些世界 那這位同學 葉宣宇同學問的是說 請問老師 本來生物的生存應該不會以人類這種社會化生物的方式發展才對 那腦有不同的發展時期 以生物生存的觀點來看要怎麼解釋 那我的回答就是 即便不是人類這樣的生物呢 其他的動物呢 如果他需要能夠適應環境的話呢 他也需要有一段時期呢 是一個可以探索的時期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想到呢 有一些動物呢 他是一出生的就可以呢 走路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像是 如果以鳥類來講的話 像是雞呀呀 牠們一出生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很多鳥類 很聰明的鳥類呢 是出生之後呢 還需要一段好好待遇的時期 所以越是早成熟的呢 牠越容易在這個固定的環境之下生存 可是如果環境一有變動的時候呢 牠很難調整 可是呢 越聰明的動物 像人類就是聰明的動物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 會非常的無助 可是經過這個時期的這個訓練 還有這個適應環境呢 你會找到一個適應環境最好的方式 所以不同的動物呢 會因為牠的這個生存適應不一樣呢 會有不同的腦發展的時期 所以就簡單回答這個葉璇玉同學這個問題 那我今天時間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